小悠 你就听我和邵叔了吧 这次进省队啊 这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好好训练一年 明年一起参加奥运会 这不是你一直蒙蒙以求的吗 双云 你一个人去省队 把我留下来 和许元内勋奔在一起 你太过分了吧 哥 你能不能别走 留下来好吗 不行 这对机会非常难得 一个走后门的机会 有什么难得的 凭我哥的实力 一样能打进省队 你 哥 你听到了吗 我要不要撑着 哥 哥 你要记住我说的话 小小小 哥 我在家等你 小小小 亦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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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做噩梦了 小悠 你们好好训练一年吧 等明年拿下冠军 到时候就上队 可就咱俩说了算了 你找啥子 你找啥子 金叔 你看到我出口水了吗 儿不是啊 好 你到底咋个了 咋个钱回来不搞的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走了 我把亲厨当家人说 亲叔 你稍后点酒 要不要来一局啊 吃呀 再不吃又就凉了 吃完跟我回队里 明天继续 到时候你想吃都没机会吃了 你为什么回来啊 我想以我自己的实力 考进省队 另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啊 你是不是想打败那个陈牧啊 我给你报名 参加省队比赛 而且用你自己真实的声明去比赛 跟我一起 少爷优 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啊 你让我回来就回来 说句不好听呢 你谁啊 你知不知道奶茶店一天毛利多少 你知不知道饭店洗碗工 每天几点结账 你知不知道肯内心每一小时工钱多少 你知不知道外面一天要接多少单 跑多少路啊 少爷优 我们不是一路人 我跟秦叔是社会底层 我们为了生存 所以涉及于你爸这类人 不过啊 有时候也有福利 你看 我表现好 你爸就给我加了钱 少爷亮 你说的 是实话吗 你不了解我 你说不了解你 那你了解你自己吗 我在很小的时候 我爸就把我送进了体校 那时候我个子小 身体弱 队里边的人常常欺负我 教练也觉得我天赋不好 我特别想逃离那个地方 但你知道吧 显哥 根本不可能 所以我就拼命练 拼命练 这倒有一次 连续三天 连续三天 打得很好的成绩出来 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 态度一百八十的大变化 当时我很开心 我以为是我打得好 他们才对我好 后来发现根本就不是 而是因为我喜欢设计我才开心 少爷亮 你做了那么多事情 到底哪一件事情 是让你真正开心的 你真的喜欢设计吗 你好好想一想 想好了 薄包 谢谢观看